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接着来关心中华职棒的消息 最近四支球队是公布了保留契约名单 而不在名单当中的球员就成为自由之声 被释出的22位球员当中 除了老将杨建福跟黄浩然之外 有多达12人都不满30岁 对 其中比较幸运的像是中信兄弟的陈浩然 还有同一世的张俊凯都转为了球队的行政职 不过23岁的张俊凯其实今年10月 才第一次登上一军舞台 如今就要卸下球员的身份 难免有些感慨 中华职棒在12月2号公布四队保留契约名单 从释出名单来看 不只有老将杨建福和黄浩然 在这22人里头就有12名球员 是30岁以下 尤其Lamigo的林总伟更只有21岁而已 不少年轻球员还没机会在一军舞台发挥 就遭到释出 算说部分球员像是中信兄弟的陈浩然 转任行政职 同一时外野手张俊凯也成为球队司机 但是说起23岁的张俊凯 2013年高中选秀被统一师在第三轮选中 二军苦熬1894天 好不容易在今年10月圆了上一军的梦想 如今放下球棒转任行政 虽然感谢球队机会 但也难免有些不舍 如果可以当然是希望继续打 对啊 可是既然没有这机会 可是刚好公司有这个 也觉得让我有机会继续为球队服务也是不错 之前是有想过 一开始讲的时候也就这样想过 对啊 可是想一想 因为一开始还在当选的时候 可能比较没那么多机会 他现在转一个行政区之后就觉得 好像也是不错啊 对啊 帮助可能会有更多机会帮助球队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张俊凯 现在在统一开装备车 抓住手 上车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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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車大概都是在 外出比賽用球吧 還有雨天下雨的球 還有他們的 案子之類的這樣 行程喔 我會 就會提早 提早到 就是會比他們提早一個小時 是一個小時半 先把他們的東西用好整理好 之後就等他們來這樣 六點半的話應該 一點就要出發了 對啊 因為怕路上會塞車 或是什麼交通事故 所以我會提早 提早一點 不會抓得很時間 抓得很緊 緊迫這樣 是滿累的啊 對啊 因為他們比賽八天 東西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他們 案子都比較重 所以他們 案子都比較重 對 他說 把他們放好這樣 他們等一下來 比較方便拿 移動其實還好 因為 比賽的時候 差不多後五局之後 我會去休息一下 對啊 所以就其實不會影響太大 比賽前段我會幫忙紀錄 紀錄啊 紀錄的話應該是 志剛教練 他會去看 如果我們有大局的話 或是 因為對方有大局 他會去看對方是 怎麼串聯 或是我們如果大局的話 他會看我們是怎麼串聯 怎麼做這些公司出來 對啊 看比賽 看場上有什麼東西要幫忙的 還是怎樣 就會幫忙一下 我會 就是看他們是怎麼串聯 或是比如說二雷友人 他們是怎麼樣攻擊 還是怎樣的這樣 大概就很重要 我剛剛認識十年了耶 那十年 為什麼 國中就認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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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水果 對 他國小 國中就認識了 我在搬東西的話 他可能就推東西過來給我搬 對啊 或是 我在下貨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在上面幫助我這樣 我們會看事情 假如他在忙 然後我就先去用別的東西 然後假如他沒看那個 他在幫忙接球 來什麼的 我就會先 再用一些 準備一些東西 要準備上車的東西 有時候一個人 誰就知道要做什麼 也是累了 有一次打很久的 好像在台南吧 然後打完隔天去天母 那天打完應該十二點多吧 然後到家應該有一點多 然後整理完差不多兩點 最早啦 睡覺應該是兩點 在天母又組場 對啊 所以我們又很早就出發了 因為還要下貨幹嘛 對啊 而且那時候剛 他剛開了不久 還沒那個習慣 對啊 然後我們兩個到天母 東西用完 就隨時在那裡 因為我開車其實 不太喜歡講話 真的嗎 真的啊 我都會一直開啊 很認真在那邊開車 因為我很多開車就 滿有興趣的 因為我很多開車就 滿有興趣的 喜歡開車 對啊 所以一開始接這個 開這個時候 開一下下就好 他會開的 有時候可能他們 打比較滑 對啊 回去開車會比較低 對 對 這樣 這樣 有時候打到16點 到16點 那以後 反空出移動 因為這裡完 到要開車的時候 有一點 12點半 那以後那一趟回去 然後再下誤 要運用 就閃電 然後覺得睡覺 不在這邊 不能睡覺 不然他會生氣 我為什麼旁邊不能睡覺 蛤 不是啊 那種感覺就 我們兩個是 一起上班 對啊 你為什麼要睡覺 對啊 你又不是 我的長官上司 對啊 那種感覺 我自己是這種想法 是 是 是 緊繃啊 緊繃啊 把鞋子 把鞋子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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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旁 摘下 對 衣服那些 衣服會打電話給洗衣廠的老闆 叫他們來收 就做一個時間,兩個剛好配合 對 他們應該比較輕鬆吧 對,他們練比賽完 他們就把球帶給我們就好 他們就可以上車了 對 到球場,他們就可以直接進來 就準備換衣服幹嘛 就準備比賽 對,就不用再有多一個搬的東西 搬東西的那個 對 一開始會 我想說 為什麼不是別人開車 幫我搬球器 台灣早期當然是沒有這樣的服務 這種對台灣這種移動都沒有裝備的話 就變成會塞滿整個遊覽車 那遊覽車變重之後 就在行車上是比較危險性比較多的 然後 還有一個就是在 巴士上的那個流動力會變得不好 那在近幾年球團已經 各隊都已經陸陸續續有些裝備車 那當然是對選手 對教練這邊在移動的這方面 還減輕選手有很多的裝備的負擔 那 這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方式 我記得我進來的時候 那我們的裝備都是放在大巴士下面 那下車的時候就是選手自己要拖心下來 那那時候就會覺得職棒跟業餘沒什麼差別 因為我們在業餘的時候 也基本上都是自己的裝備 然後年紀比較小 然後去幫學長把裝備放在車上 然後把裝備用下來 那我自己的裝備要拿 那我球棒袋還要再拿著水桶 那其實是要進球場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陣子搬到有點生氣 因為水桶它不單單只是空的水桶 是裡面裝冰塊 那其實滿重的 那我就覺得說 我是要來準備比賽的 那時候的想法是怎樣 從我們一開始計畫要來 讓球員有這樣一個心理裝備車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在物色人選 那時候我跟教練在討論的意思是說 第一一定要了解球隊的作息 這樣他進入狀況會比較快 然後第二就是說 他本身一定要是棒球底的 那因為除了比賽期間的一個 移動的一個裝備的負責之外 在春秋訓的時候 甚至例行賽沒有移動的時候 他還可以來當作一個 教練的一個小幫手 培練員 那也可以協助球員 協助教練 來進行技術上面的一個訓練 所以我們這樣一個兩個條件之下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考慮到 我們在當年度 如果有拳手要轉換跑道的 我們就會優先來 徵詢他的意見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當時有兩個人選 就是看要選誰這樣子 但是就是到最後我們決定完之後 才去問Kai 你願不願意來做這樣一個 職場的一個生涯規劃這樣子 那後來他自己也回去考慮了幾天 那他自己也覺得說 他還捨不得離開棒球這個環境 所以他就答應了我們 那我們也跟他講說 這個責任非常的重大 這個就好像打仗的阿兵哥一樣 對不對 這個是武器裝備啊 對不對 你是後勤補給啊 萬一如果有什麼閃失的話 這場球賽可能就完全就沒有辦法進行了 自從有了裝備車之後 基本上球員就是穿自己的便服嘛 那自己的隨身東西背著 去到球場之後 那裝備啊 球棒啊 都基本上都會放在休息室的外面 那你就會覺得說 很輕鬆到走到球場 跟進出球場會覺得很方便 之前沒有裝備車 我們會自己拖行李 對 現在不用了 所以就變比較 沒有那麼多其他的事情 我們就專心打球 畢竟選手來到球場還是 要準備比賽嘛 那你把他的球場外的一些雜事 把他準備好 或者把他安排好 讓他們全心全力在球場上 去做表現 那選手就要反過來想說 大家都在為他們服務的時候 他們下了場勢 是要盡全力去把他們的能力 都表現出來的 球員有他們比賽的壓力 那又要去兼顧他們的裝備的整理 那今天有一個人可以幫他們 分擔解憂的話 我相信球員的角度來講 他是非常的開心的 那他退下來之後我覺得 這個對一般的選手來說 是心態轉換很大的煎熬 對啊 因為你是一個 從一個在場上的人 退到一個幕後 其實那個壓力我覺得是滿大的 那他會做出這樣的改變 我真的覺得 也滿欣賞他的態度 他非常的可愛 因為有時候他熊熊都會抱一個 很無厘頭的一句話出來 有時候球賽在比賽過程當中 他也是會 就會講說 這種球我來打就可以了 就會講一些這種 但他聽得很會心一笑 然後沙拉就覺得奇怪 他的反應怎麼會講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有時候 他跟他在一起工作還滿好玩的 反而他追下來當行政人的時候 這樣公司發現說他真的是一個 腦筋轉得很快的一個孩子 不僅開車 那有些時候都會幫我們的練習生 做一些可能接球 穿球 或搬東西的東西 我覺得他就是 做自己分內的東西以外 他還會幫助到其他人 我真的覺得他滿 人滿好的 滿偉大的 我記得在後半段的時候 他突然上一局 那那時候看到他我就覺得 他怎麼在上面這樣子 那那時候好像就有跟球團那邊 還是交往那邊講好說 可能今天打完他就要 放棄選手身分 對 那那時候我記得在桃園 那他上去打的時候 其實場下的人都滿認真幫他加油的 因為畢竟這對一個球員來說 是一個我覺得是很可惜的地方 因為結束真的很可惜 可惜喔 他自己沒有遺憾就好了 對啊 因為他 他也說他也沒有遺憾 對啊 也比較不會覺得可惜 那以前你當球員的時候 可能你獲得的掌聲 是來自於球迷 轉換成這一個幕後人員的話 那你得到的掌聲 是來自於同事之間的鼓勵 以及球員對你的肯定 我是覺得這也是相當值得的 給他99分啦 因為他還很年輕啦 還有學習的空間 所以我沒有給他100分 也因為他這樣的個性 然後我們也 從他在球員生涯 我們也有去觀察他的為人處事 那我們也了解說 他算是一個 可信度很高的一個大男孩 那這兩年下來的表現 那也深獲得教練以及選手 之間的肯定這樣子 對 他是一個 他對不認識的人 就看起來很兇 然後他就不講話 然後你跟他混熟了之後 他就開始跟你開玩笑啊 是不是 他是一個很好享受的人 應該又是貴人 彪哥吧 對啊 因為當初有這個工作的時候 是彪哥有去爭取說 想要一個董放球 還要在這裡上過班 董教練他們剛好在問說 我要不要接這份工作 剛好那年就被死存 所以就這個機會接下這個工作 他就想說既然有這個工作 還可以繼續留在那邊 我就想說那就接這份工作 進來現在的這個職棒領域 三個五年 你這三個五年你要好好把握住 你這三個五年 你如果沒有好好把握住的話 你很快就會被市場淘汰 比如說你從一個高中選秀進來 你第一個五年 你一定要好好準備好 你要準備好商業軍 那第二個五年就是你最黃金的五年了 那你這個五年你又沒有打好的話 你很快就會被淘汰掉 但是當你到了最後的五年的時候 第11年 12年 13年 14年 15年的時候 你就要開始你做你自己的 職場的生涯規劃 你在球員生涯你還可以打多久 你自己可能就要稍微開始展示 有猶豫過 因為還年輕還想要繼續打棒球 對啊 可是 不管打多久 其實也是要轉換跑道 對啊 就想說提早轉換跑道這樣 因為職棒就滿殘酷的啊 不試著淘汰嘛 大家都知道 然後就覺得至少 公司給他一個還不錯的工作 然後他也願意 然後我就覺得可以 我有跟他講說 如果你跑清楚 清楚的話就可以了 家人其實也 從以前到現在有做的決定 他們其實也都沒有干涉過什麼 對啊 他就覺得 你覺得你可以就繼續做 就是那個啊 買房子啊 買房子啊 我必須要錢 四出的 四出那年的七月買的 對 他們就想說 因為家人家沒買 要 就是說要買 我就在那邊想說 到要嗎 因為我知道我差不多也要被四出 所以 我就很猶豫了 所以之後 他就開始買了 剛好 因為已經開始貸款了 所以我的錢不能 不能就是停掉 這樣我會造成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如果有的話 然後我去留下來 我不會做什麼 我去留下來 因為我只是要賺錢 然後我就想跟他說 不如在這邊 一樣找穩定的工作 至少先待個一陣子 然後 如果外面有更好的機會 我們再跳脫 還是怎樣 我就跟他講 穩定啊 穩定比較重要 有啊 我自己信 你就這樣想了 這樣沒有默契就對了 對啊 因為我覺得 對啊 因為剛買房子 一定要穩定的工作 對啊 我們家人都同意 我是海航 對啊 因為我想說 我工作不穩定 我買的話 這樣會很麻煩 對啊 而且我有先 剛好他們都說要買 我只能服從 對啊 少數服從落數 剛好是公司有這個機會 讓我留在這邊上班 所以我就想說 不然先在這邊上班 先穩定一陣子之後 再看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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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二軍 每天 只是都會 該做的都不會少做 對啊 可是 還是沒機會 一定會覺得 心情不好是什麼 對啊 可是 自己要去轉換一下心情 對啊 現在喔 不會 就可能遺囑打一打就好了 是因為你從球員轉下來 當司機 對啊 就落差有點大 一開始有點 不喜歡 因為害怕別人的看法 到最後其實也慢慢會接受 因為可以開著車 這樣四處跑跑去 其實也不錯 會在意別人怎麼看 對啊 可是後來想想 等於說 其實大家都是出來工作的 自己就不會這麼 就不會想太多 對啊 可能 去外面當教練吧 先在這邊多學一些東西 然後出去才 才有東西交給別人 然後 就 先學啊 反正這邊很多教練 很多東西有都可以學到嗎 對啊 也是像他講的 就是在這邊 看一些職棒的教練 教了什麼東西 對啊 就 然後有些學起來 以後也是用得到 好多跟律師之伴 都不用偷聽 他也會講嗎 我 我是在旁邊聽耶 就聽他們的觀念啊 就 可能有些 比賽或什麼 可能如果 今天比賽都沒做好 可能隔天 教練堂他們就會拿出來討論 說這個比賽該怎麼做怎麼做 然後我就在旁邊 就聽一下這樣 就看原來是要怎樣怎樣這樣 對不對 好 在上學應該不會的 不過想要去大學 對 在大學再磨練一下 要再出來學 對 比較好